各位,今天我要介紹一項新的活動給大家 就是打場球 打場球要有耐性,要有毅力 要思考,都要懂得落體力 其實這些元素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很多應用 在學校更加有一個地方很適合我們將這些元素發揮 就是考學生 其實考學生很適合,就好像一場場球的比賽 由第一秒鐘開始,你已經是全身貫注地想去獲得這場最高的分數 看著目標是147 雖然是無可能達到的目標 但是你依然是盡100%的努力 希望達成這一點 而學生會亦都一樣 由你想像每一秒開始 你就應該要將全的心放下去 為了服務的同學 去準備好每一個活動 做學生會和打場球一樣 都需要有一個目標 做出一球的時候,目標很簡單 你看著對面的球 你要打中它 而現在學生會其實都一樣 你每一次的目標 就是你下一個活動 或者你下一個行為做的服務 而你作出的準備 就是瞭準那一刻 就是要打中一個活動 多次有很多規矩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跟規矩做事 其實我今天學到的有很大的 因為學校有學校的原則 我們是要跟 我們搞活動的時候 或者想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都要跟回學校的球 就像一場唱球比賽 有些規矩必須要跟 就算那個球擺明你是有得 其實你也是可能要打另一個球 那個時候你走另一條路 其實是很考驗大家應變的能力 而我相信是 大家透過一年學生的工作之後 是可以得到的 在學生會搞的活動 其實整個過程 不是完全都是自己擅長去做的 自己也要學習 以及去適應這個情況 例如很多處理文件上面 或者在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都不是自己擅長去做的 但是經過一年的學習之後 自己也覺得是有學習有進步的 另外我覺得搞活生會 是令到私生的關係 是closed了 因為在打碰到的時候 可能要很多方面的安排 所以跟老師的接觸是多了 很大的得著其實是 不是說我們最後很成功地 搞了一些很多的活動 很精彩的活動 很好的服務之類的 其實我得最多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學生會裡面 其實我看到 看到這一家學校的同學 其實是非常創意的 同時也很願意參與不同的事務 即是無論是我們搞活動 大家都很積極去參與 又或者是我需要幫忙 去籌備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隊伍其實很多時候 發出了request 其實是很多同學 願意去幫助我們 其實我是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人生裡面 有很多事情都是 自己沒有想過會發生的 就好像我沒有想過 我自己會認識桌球 也都沒有想過 自己會做學生會的副主席 但是玩一下玩一下桌球 又覺得桌球挺好玩 就說在學生會 他覺得這份工作挺適合的 所以我覺得 就算自己沒有想過 但是他來到的時候 你都應該做好他很盡力 我經常都開玩笑地說 其實我這個主席 鬼不一定讓我做的 就是我兩位副主席 經常都開玩笑 我們是猜包園和猜輸 我做主席都可以 其實 我相信 每一個的工作 預備給你 都是有他的意義 其實大家都是不要害怕的 可以去試 學生會的工作 雖然是有辛苦的時候 但是其實 當一切完了 好像我今年圓結一樣 現在即將要去射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我今年的得罪是非常多 就好像我 玩完一場桌球比賽之後 我就覺得很開心 很輕鬆 我們這一場 在桌球比賽的大力 我們也是十分退下來 我不知道 我們是贏了 還是我們是輸了 因為或者根本沒有任何事 可能是無局 但是 我在這裡想挑戰大家 你會不會就是 下一場桌球比賽的桌球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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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